有零片的是跨星组 没有零片的是两栖动物是吧 对 就差不多的一个类似的一个想法 好的 那我们现在也是终于来到第一场合对赛的TG组 这里TG组 两栖动物 好好好 受阻暗夜内战 盘开一下 上方的一个红色的暗夜战 终于开始了呀 比赛 最近是不是有几天没看过同日版的画面了 我咋觉得变好了呀 我咋感觉草地变漂亮了 因为它的视剧拉得很高 你没发现重点吗 我知道 这个视剧也太高了 这个视剧看得不舒服 太高了 高得过分 你觉得变漂亮 因为它看到的花花草草更多 因为变糊了是吧 蓝色这边是哪个队伍 红色这边是黎瓜瓜 艾蕾斯 那边蓝色是木耳 双方一个是老虎 一个是DH 木耳选择了出DH 艾蕾斯出老虎 老虎加牛 那Fly有可能是剑胜了 剑胜加DH 那这张图剑胜加DH我觉得打不了啊 这张图剑胜加DH 就是喜欢打的一个牌 GTI1500 是的 那我们这边刷屏 刷屏你会影响其他人 什么东西 1500啊 屏幕 雪条都没开 这边摸的小精灵用画也是先来看一下 雪条都没开过分了呀 那待会儿很压抑好吧 不看雪条 压瘦咯 这个签OB是谁呀 我的妈呀 这四句还有这雪条 WCG的OB从线上赛就开始特别迷 特别离谱 哇 这个OB离谱了 我甚至都不知道英英雄在哪 哎呀 我还看到老虎和牛头 看到了 所以的话也是要看到拿完之后的一个经验 如果两个人就失败的话 真的离谱 那里剑胜DH那边牛头加老虎 一边是简单粗暴的暴兵打法 一边是双核 也不是双核吧 这属于双骚扰 对 双骚扰把商店直接打退了 还可以呀 我觉得Fly跟Moon的这个开局还可以 就打法应该是一个双二本 打一个一本加三本 对 整体来讲 如果牛头前期有三级的话 有点强势的 是的 dpi 我dpi用1000 这个位置的话 010刚刚说1500 dpi 开闲 闲血了 开闲血了 开闲血了 你刷完零零的瓶 刷我的瓶 然后后期的话 也可以在队友家里面补给一些月景 给队友去喝水 去恢复一下这个魔法状态 这个我就特别不理解 你问鼠标 dpi的人 这个你没意义 这个欧盟猎手 这条开了 这条开了 哇这BR都要丢啊 一个商链一个BR 这才打好了 这BR不能丢的呀 来不及了 来得及吗 来不及了 三个精灵爆了 哇雪崩 雪崩 沐文和飞飞 前期好 这排又赛了 我感觉沐文跟Fly 可能二本都要好 那没那么快吧 剩了一半了 他们他们都没出 Fly是裸的好吧 Fly应该应该已经快好了 沐文是稍微慢 商店开局再转兵你 然后沐文的话直接女列开局 沐文的科技不会特别快 女列开局其实挺慢的 特别的话在郭庸宾那边 是不是想要再 我的鞋是穿42码的呀 你也可以去买42码的 没问题 但是我的衣服穿XS或者S 你可能模仿不了 颜色他也不会调 他不会调同盲色 太夸张了 从你来讲这高B就不懂 这OB是不是现场随便拉了给人 那那不会那么离谱的 简直太离谱了吧 就比较明显了 同盲色都不会调 虽然是很离谱 虽然是很离谱 但是不可能随便拉一个人 虽然是很离谱 但是不可能随便拉一个人 这里买了个狼和绿皮 狼和绿皮 还性价比蛮高 狼会跳1 OB是OB 解说是解说 不过我相信 第二场乔老师 应该能很好的 跟他们反应 好吧 第一场没办 第二场应该就好 就点一下的声 这待会儿 两个A的颜色 我好难分辨 待会儿出的都是女类 好吧 回来的电视有点危险 身上没有药膏了 这个部队人口足够的话 上面猫头鹰海仔 这里六级的狼 六级狼 经验之狼虎拿了 但是宝物是DH拿了 为什么DH没有血条 为什么DH没有血条 为什么DH大家没有血条 就满血了没血条 它这个鲜血是欧美的 那个插阵的鲜血 不是不是 它是受伤单位 才显得 就是满血了不鲜血 满血了不鲜血 这是为了迁就那些密集恐惧症的人 这个 这个是魔兽里面的选项 不是查见 对 这里打了一个蓄血光环 并没有近战 没有任何的用 垃圾保护 虽然说是一个2秒当中 然后三级牛了可以全压了 用不上啊他们 这个种族的话 其实这盘对面有DH牛头练 三级性价比不算特别高 也不是特别在意 有没有这个丝血了 对 能不能回血到不丑中 在盘慢慢地打成了对发育 对发育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看一下 这是啥 蓝龙是吧 蓝龙 蓝龙属于 还可以吧 这个蓝龙现在还挺强的 有群体减速 群体显得还是单体减速啊 好像是群体啊 那这么双发育的话 对于健身跟DH 还是非常的有优势的 好 这波艾莱斯跑加 这波跑加可以 目温没有风口 这边 快的健身想抢 抢怪 杀了个残疾的绿皮 他踩一跌打一套吗 这里 艾莱斯 艾莱斯死了一个女恋 跑加把孟签字回来了 还行 女恋还没死 我呢 艾莱斯白赚一张TP 然后那边飞飞单剑胜居然追着林呱呱整个部队跑 杀了两个猎头 还想杀个大局这过分了 踩买一套 交回城了 最终回城换两个绿皮 猎头也是赚 编制了这边好久 这画面是欧币设置的问题 不是重置版的问题 你这么搞 经典版也一样的 这不是重置版的问题 不要乱摔骨 哇 爱丽丝在升三本 升得还挺快的 哇 那还直接要跳三领 直接是三领再加牙签踩的 三领出来了真还行 那这么打爱丽丝他们后期还可以 主要就是少英雄 这把其实打得有点偷 这双三本打别人双二本 是的 弄得很 啊 弗赖他们强势一波 但是弗赖他们不知道对手怎么投 有可能不会很坚决打的 这里在等 在等林呱呱的大猎头 这边飞飞抢大点 弗赖是买了一匹狼 这个狼是有一个光环吗 好像也没有啊 这个狼没击 没有没有 就是会打起来了 现在DH抽不到牛 哎 蓝龙减速了 好 这个牛再踩一脚 哎 被抽了 第二脚没踩出来 对面有DH这个牛很难发挥作用的 主要还是靠冰打 这个蓝龙要被打死啊 好了 没了 好 吼叫 那这不还在什么 吼叫非常的凶啊 小精灵抱架吼叫 Fly的小歪在下面吗 Fly的小歪哪里去了 在那 因为这DH顶了无敌 牛的无敌结束了 要被电死了呀 这里李娃娃的牛 哇 顶了吼叫都没打过 那搞不好啊 主要山林还没出来啊 这一波主要 Alice的山林还没出来 部队就没成型 现在Moon在右下角的分矿 已经开始缠矿了 那现在Fly跟Moon基本上一万 这里Alice的TP还有脚 哪张TP 这里DH在分矿卡位 哎呀 我看他这个一会儿 闲闲还是不闲闲 我是最压抑的 现在空有一个五级牛 但是决战最多只能踩一两角 效果非常差 隐身入场 然后再开无敌吧 这样可以保证踩三角 嗯 好 一卓 好了 没有第二卓 还是没山林 都被打到死 都没有山林 现在山林终于出来了呀 那年的锅吧 山林出来你还想上天 这双三本真的太 牛要死了 后来健身顶到无敌 牛 牛跑了 山林也扛不住啊 你一个你就想上天了 真的别人是个英雄 你现在这英雄差距太大了 小歪无限的 你山林成型了也打不过的 这个游戏还是看英雄的 带班还比较被吊打了 又来了一个山林 两个了 有DH不能出牛头 这个首发 大家都是一开始就点了的 这不到底说出不出 对呀 你还是你还想把他宰了 是吧 你说不出就不出 除非你开挂 你知道别人首发啥 我觉得这张图出牛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不应该把锅甩给牛 还是他们打得有 因为他们没交流 他们打得太 打得这个打法就不靠谱 眼神交流啊 双生三本根本不靠谱 双生三本 他们这个打法完全没有强势期的 他们中期其实挺强势的 中期大概是三级牛 打一级地也是很强势 但是双叶没兵的 打不出来强势期 就是这种对发育是打不赢的 现在四个山林 没有什么用呢 整个部队没有输出 猎头 猎头其实没必要去戳小路啊 猎头就在后面戳大局就行了 不然这山林都起不到肉盾的作用 老虎直接砍死 大波团战的问题也很大 猎头上去戳小路了 他们这边第一盘也算是轻取吧 这盘没什么团战的 对